他号称广州第一啊 也可以说是广东第一的阿明啊 打吴智慧来到了7比7啊 抢10的话等于说双方谁先到3谁就赢了 吴智慧应该说对阿明的这种打法有点不太适应啊 因为他的打法跟吴智慧也是类似的啊 这两个人打法有点类似啊 类似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很多人听不懂啊 角色都用的不太一样 就是以牵制为主啊 然后极限找机会 然后几乎一碰就刚 而且阿明还有一些生龙啊 生龙很精准 吴智慧刚刚呢也是有一把上了这个仙人模式 而且上了真7发现没用啊 然后用又回 又用回这个巴珠贺了 我感觉阿明尽管是有机会的 关键的话呢 是阿明前几天赢了河池10比8啊 昨天赢了这个河俊10比4 啊 是吧 可以赢这种顶级玩家的话呢 通头不错啊 昨天打叶峰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叶峰是上马力巴赫马 觉得打不过 怎么的啊 然后也是上了赫87 上了赫87的话 好 然后我这回也是预判失误了啊 这个下西很明显 像刚系列 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打法 我不知道你们有一些细节能不能看得出来 基本只要不是很安全啊 没有很安全的进攻方式方法 他们就在那里慢慢的 磨磨磨磨 找机会啊 但是你一旦倒地 他有可能就把你压到死了 这把天赢应该得多攒一颗气给红完了啊 争取留两个气吧 哦呦呦 可以啊 居然还骗到了这个系列 突然主动了 好有气 全钢啊 全程钢系列 根本不敢就是把气留着啊 都想争取主动 红完这个帅哥一上来 千万会给他留一颗气啊 人家又帅又是富二代 美女都给他争相留气 刚才确实很没有必要把那个气给红掉 用处不是很大 你朝AB过来吗 啊果然AB 然后打一个下盘 这个AB有一个好处啊 是吧 我AB第一个呢可以让你折 第二个呢我AB出来之后呢可以 你即便刚倒是吧 我也不用进角落啊 我可以出来板的中间 很不错 很多都是细节 哇 这个生龙 真敢赌啊 冰龙就会吃了好多次生龙了啊 下盘偷鞋 上盘偷鞋 上盘偷鞋 好 上盘偷鞋 哪个呢 但是 这回事本来的黑帅哥一上盘偷鞋 正好 尽管被这场给掉胃口了知道吗 因为阿民有赢的可能性哈掉胃口了打得还不错 无敌波太远了 中枪必杀 还不必杀哈这打不出晕点的呀 被这场给掉一口了等一下我们去看河老阿吧 河老阿尽管有三场两场三问的一场主力的 真敢生龙啊真敢生龙啊还跳 哎机会远了一点 这头猪是啥用也没有啊 尽管这头猪真的是很被动 跳又跳不了 防又防不了 来波给 他的猪好容易被近身啊被贴身啊 被跳过来啊 嗯 哪里 呢 有别 有 不智慧三个角色巴猪鹤当中我去舒服啊 他的猪应该是要偏弱的哈 最强的还是千和八神哈 大猪应该是三个角色当中个偏弱的我去吗 啊耶 極限空分 啊 弹幕有人說極限空分 看看這一把能不能空得住了哈 李小郎那就等你來贊助吧 好不好 加一波粉絲團 要贊助的可以先加粉絲團 我來幫你們安排 三個賽點 三個賽點 無指揮目前好 我感覺找不到一些什麼 突破口啊 加油吧 聖龍好精準喔 好 搶得不錯 他的打法很像無指揮哈 我剛才已經跟你們說過了 Round 2 雙手也做得不錯 好 走 走 走 这波意识挺不错的 想点一下 点一下太阳穴 点中了 但是又没点死 不知会还是牛 这种极限距离的跑抓 还是成名招 这也不百合者 你跳西又打那么远 刚才就是他们第一局的时候 这个无知会被红丸反三了 红丸反三了 这把应该不至于还反三吧 猜错了猜错左右了猜错左右了再猜 我去你看你看 无知会怎么老是被折呀 什么鬼 无知会是怕折的哈 你看他跟老个打就知道了 他是比较怕折的 好倒爹 这种招就是骗你钢西地的啊 西地啊不要乱钢啊 好香龙倒爹来 哎呦哎呦 什么鬼呢 反三了哈两把反三 第一把反三 最后一把再反三 最后一把再反三 啊 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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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舒服牛逼 呦